詞曲 李宗盛 請請 Dr. Jane Lee 先講 謝謝Peter 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機會 給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我今天這個題目 就是想講 paradigm shift towards patient-centric approach 的一個medicare 其實我自己 就完全不是醫生的 千萬不要以為我 有個doctor的字在前面 其實Peter才是 真正症治療的專家 不過我今天 就想用一個NGO的角度 以及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在NGO裏面 究竟是在做什麼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看 在現在所謂一個 老齡化的社會裏面 究竟發展的情況 以及一些服務 首先我簡單講一下 香港聖工會 因為可能有部分的朋友 都未聽過 或者不認識我們 我們就是香港一個 最悠久歷史的一個教會 現在大概是有五十幾個星期課 一百三十幾間中小學幼稚園 以及在社交服務 包括了我自己負責的聖工會福利協會 聖工會福利協會 和聖機道兒童院 聖工會福利協會 我們大概現在 如果我簡單講 我們大概三千個同事 超過二百五十個服務 在香港、澳門和廣州 在香港、廣州 聖工會福利協會 究竟跟醫療服務的關係 在哪裡呢 其實因為我們有 長者的院舍、中心 以及各方面的長者服務 所以我們一直長時間 跟不同的醫療界別的人士 和醫院 是很多的合作 另外我們在 Mental Health方面 以及長者院舍、地區的中心 我們其實都推動很多 基層醫療相關 以及一些的 知識各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們近這十年 我們自己研發 在關於中風復康的服務方面 我們也有很多的經驗 最近我想這幾年 政府推動各方面的 基層醫療 特別在社區方面 長者的照顧 以及長者看醫生等等 那些PALOS scheme 其實我們都是一路有參加 另外我們更加在近這幾年 開始推動那些企業的一些 移工 以及各種新的項目 我們嘗試在地區那裡去推動 所以我也想和今天 在這些方面 和大家找些機會分享一下 首先我也想說一下 我們整個醫療系統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我們一直長時間 依賴醫院 作為我們主要的醫療系統 但是其實它是貴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入醫院 但是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我們真的有什麼事 突然我們就會入急症室 我們便去醫院 所以其實在整個 健康的政策裡面 我們看到在近這幾年 醫管局開始推動 在公眾教育 社區的支援 和網絡的支援 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整個方向 是走向一個 以病人 或者是以個人為中心的 一個醫療的方向 其實 什麼叫做 以病人為中心點的 一個醫療系統 我就不詳細解釋 不過簡單來說 我就覺得是需要 我們個別 我們自己 是要強化我們自己的責任 和我們要向自己負責 而不是每次都去醫院找醫生 所以我們自己的自我教育 我們的思維 和改變我們自己的行為 其實在接下來 我們這一個世代 是Health Care and Wellness 而不是Medical 即不是純粹一道傳統的 用藥那種治療 這個paradigm shift 這個轉變的方向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重點 首先我自己就覺得 在這個shift那裡 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是需要多專業 和一個整傳的 一個互動 和一個有效地去協調的一些服務 而這個情況來說 其實我們以往很多時候 就是Medical Professionals 醫療的專才 就以醫生為主 主要是講醫生的 但其實我們今天也都講 醫療系統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人才 包括治療師等等 其實他們都在我們的醫療系統裡面很重要 而他們在我們各方面的參與 我們是需要強化的 例如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做中風復康的工作 我們就用一個叫做Transitional Home 就是說一個病人 他在中風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他離院的時候 不是很適宜回家 我們就會安排他 住去我們一個的院舍 作為一個三至六個月的短期治療 但是其實他最終的目標 是很清楚的 我們跟病人和家庭的協議 是他回家的 在回家之前 我們就需要跟他們做很多的各種治療 包括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言語治療 營養師的配合 就是營養的配合 當然很多時候 還有一個心理的治療 我們發覺原來 很多中風的病人 他們不想康復 但他們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不想康復 他說不出 原來他跟家庭人 或者在工作裡的關係 是有些事情 堅持自己的心 於是他成為了 好一點的意願 是弱很多 到我們跟他做了 復和的工作之後 就發覺他們很希望 自己快點回家 這個其實是個 監製的工作 以及是那個 看護者的支持 是對病人好一點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跟別人說 你不要以為中了風 就一輩子 其實你是好得回來的 我們有一個很著名的 我們有一個大主教 榮優大主教 鄺極大主教 就是這樣和我們 治療好他 到處走 大家看到我們的圖片 有一輛車 其實那輛實體車 是躺在我們的院舍 讓他們做訓練的 真的是一輛車 幫他們練習 他們上車下車 回到家之後 回到社區生活的需要 也做各種營養 各方面的治療 很多人的圖片 其實是我們安排 一些照顧者的 支援的小組 以及一些分享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所謂的 對於支援的整個系統的重要性 我舉個例子 其實近期政府 都有一些新政策 是出的 譬如這個長者的照顧服務犬 其實是把他們的 日常和健康 兩樣東西 混合 加上如果他有需要 我們可以做清潔 可以照顧他的日常生活 甚至陪他看醫生 都可以的 這個其實現在 我就知道 好像剛剛施政報告 都還增加了一些名額 但其實仍然是很不夠的 現在就已經增加了 幾千個長者 是合資格 但是將來我就覺得 看到那個需求的潛力很大 所以我看到一些 私營的機構 他們自己做 其實我也很支持 因為是能夠滿足了一些 政府資源不足的地方 另外有些離院的長者 綜合支援計劃 這個就一直在醫管局 跟我們的NGO合作 就是病人出院之後 就有一個計劃和團隊 在家居的支援和照顧 我覺得這些都是好的政策 我們自己在社區那裡做些什麼呢 我就舉一個例 有一個愛心網 就是我們去推動我們的治療師 就是在中心和上門 去教長者 怎樣用藥 他們的自我管理 以及一些各方面的 甚至營養等等的需要 另外也推動一些企業的義工 他們是組成一些關懷網絡 去支援一些 身體的能力非常弱的長者 或者難出街的長者 去支援他們 另一個呢 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paradigm shift 第三點 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就是自我管理 健康的自我管理 我發覺我們很多長者 其實很多時候 譬如舉個例子 腰骨痛是一個很普遍的 很多時候 我想我們任何一個人在座 都可能會有腰骨痛的 但是呢 不為人所知 那麼痛苦 又不方便說 但是呢 就以為老了是這樣的了 那其實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透過運動 透過你多一點的其他的 你根本是可以 可能完全沒有了痛都可以的 但是思維就覺得 我不會好的了 因為我老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自己就覺得 那個病人 和那個長者的那個 資訊的分析 那個empowerment 和他參與我們的東西 是很重要的 那麼 在這個這樣的思維裏 我自己覺得 他個人的態度 那個思維 他的行為 和他的方法 這三樣東西結合 其實才能夠幫到他做到一個 好的自我管理的方法 所以我自己就 我多謝同事 幫我畫了這個圖 就是結合他的知識 就是他的 不僅是一個教育 可能他一些 基本的知識 和他的自己的心態 再加上一些訓練 和他自己的practice 他自己真的要 要不停地嘗試 其實他才是 可以改善他的情況 所以我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 做一個良好的自我管理 是怎樣呢 是需要有行為上的一個改變 但是行為改變 很多時候 就很受影響 譬如那些子女 告訴他 你不行的 或者他自己 告訴自己 不行的 還有在一個community 在一個社區裡面 可能根本那個支援 不足夠 所以令到他難於 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今早所說的 自主性 其實如果隨著我們的科技的發展 以及各方面的社區的支援 其實那個長者 或者病人的健康自我管理 其實是能夠做得到的 在這個思維上的改變裡面 我自己就覺得 病人或長者 自己都要對自己負責任 那這個motivation 我們怎樣可以發展它呢 我們就很感謝平安中 他們去年有一個新的項目出來 我們是其中一間參與的機構 跟他們合作 他們就發展了一個e-health station 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些血壓 那些掌跡的資料 就透過這個雲端 去到一個nearth station 每一個月都有報告 但是那個護士 其實如果他發現那個長者 有些東西是爆了燈 他會立即打電話給他 提醒他 你是有問題的 你很快點要去看醫生 或者你了解一下他什麼原因 另一個呢 就是我們知道現在香港U 都在研發中 就是一個apps 就是能夠在網上能夠 monitor 你教了一個長者做的exercise 他有沒有做的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教了他 他第二個禮拜回來 他又是這樣 他又沒有練習 那你教了他之後 他沒有練習 他沒有進步 所以這個apps 我們都希望 看會不會有機會 都引用在我們的中心 那裡 以及去幫助長者 發展一些exercise 就是我們能夠去 monitor 以及鼓勵他 真的日日都要做 或者定時要做 那 在這個運作裡面 正如剛剛所說 大學的研究 我們NGO的主動的 跟他們的合作 以及醫院 醫生的合作 其實是重要的 所以那個跨界別合作 我自己認為 對於那個社區的網絡的支援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要改變我們自己的行為 我們有很多個原因 可能我們那個 就是家居的環境 我們自己的支出的能力 我們教育程度的資訊 我們有沒有方法等等 都很影響我們其實的行為 所以我們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醫社合作的概念 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傳統去看醫生吃藥 但是我們並不一定會照顧到 那個病人或者長者的心理 他的社交 以及他的社區的支援 以及關顧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醫社合作 能夠強化這三方的 是能夠鼓勵那些的長者 或者病人 是能夠有一個更正面的思維 以及能夠更加強的 一個自我管理的能力 我們現在就要推動一個口號 我們要看病人 是一個整傳的病人 我們不是因為病人有個孔 我們才填了一個孔 或者去補足不足 所以我們把一個人 我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整傳的人 以及做一個好的自我管理 其實是我們現在 接下來這段時間 需要用很多innovation 很多創新的思維 其實我們才會做得到 在這裡我們自己都嘗試 畫了一個這樣的模式 就是說跨界別合作 跨專業團隊的參與 基層醫療的發展 以及社區的醫療 健康的發展 其實是對我們接下來 這個長者的 一個長者的社會裡 我們是必須要去發展的 一些網絡和支援的 這裡我們有一些例子 就是關於我們的中心 就是教我們的長者 透過我們的PT 能夠訓練他們做一些痛症的處理 而社區工作人員 就是在心理和各方面的障礙 去幫助他們 去克服他們自己的困難 另外我們的中心 現在其實都不停是 開始發展一些 一些家庭 例如你的非傭也好 或者你自己的家人也好 那個照顧的技巧 以及他們互相支援的一些班組 最後在我完成之前 我就覺得技巧是重要的 因為它令到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能夠發展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其實現在在我們的院社 以及在我們的照顧的長者系統 那些軟件 台下都有些朋友是做這些軟件的 我們是需要研發更多的軟件 讓我們是能夠即時拿到我們的長者的資訊 以及他們的健康狀況 以及怎樣管理他們 其實近這一年多以來 我們都開始引入機械人 機械人 我們用來做兩件事 在長者方面 一方面就是鼓勵他們做 exercise 因為那個機械人得意 那些長者就喜歡跟他一起做 另外就是 改善他們的 mood 整個情緒 減低家人的壓力等等 我們都證實在我們的院社運作 證實是有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過去這年多來 引入了三個這樣的機械人 一個就是南瓜仔 你們的左手 左手邊的男瓜仔 中間的就是一個動物治療的 那隻Paro 右手邊的Nao 那個機械人 那個男瓜仔 其實我們發覺 因為他懂得說 懂得唱歌 懂得很多方面的表達 其實有些長者抱著他 就像抱著孫子一樣 對他們的所謂認知方面 其實他們引用了之後 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發現他的價錢不貴 其實都是好像不知是否一千元左右 就買到的 那有些長者在院社裡 家人就買了給他自己 即是他的 就不用跟別人分享利用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動物治療 這個海豚 他也是 那個眼神 他懂得跟你交流的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也有個小頭 和手 有些動作 會動動 那些長者 抱著他 譬如在我們的院社裡 不可能 分分鐘都有人在 跟長者聊天 刺激他 那隻海豚仔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鼓勵那個長者 是有一種 和一個動物在 一個互動 那這個呢 我們自己用完之後 都發覺在那個 社交的能力 幫助長者 有所提升的 第三個就是 這個機械人 我們就不是用日本的 那隻 我們現在這隻 是法國的 機械人仔 他就是 那麼 呆呆島 但他就是 無論是 頭 眼神 和手腳 他都能夠 有多角度 有幾十種 的一個 移動活動的能力 所以 我們發覺 他對 一些長者 特別在做運動 各方面 是有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 其實 早期 這個小朋友 這個機械人仔 其實就 用在 這個特殊 兒童的教育那裏 特別是 一些獨立的小朋友 那麼我們現在 開始應用 除了在獨立的小朋友 亦是用在 長者的訓練那裏 那裏 那裏就有些圖片 請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張德光委員長 參觀我們 一個院舍的時候 去年 我們就 找 這個Nao 跟他 打招呼 聊天 以及帶他去做運動 那我 如何總結我 今天 和大家的分享 我自己就覺得 一個所謂 以病人為中心 所謂 patient-centric approach 的一個 medical的方法 其實一個很重要 其實都是 我們個人 自己的 mindset 思維的改變 以及 我們的行為 要改變 包括我們 如果要做運動 一定要每天做 不要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才做一次 還有我們的 跨界別 和跨專業的 參與和合作 才會令到 我們這個 病人為中心的 這些服務 會做得好 當然最後 都是 這個technology 在科技來說 其實我們 NGO 自己本身 是不能夠有 這樣的能力研發 那麼多科技 我們 比如剛才那些 機械人仔 我們買回來 我們會 可以用我們自己的 IT部門 把它adapt 例如說 加廣東話 和 寫一些軟體 讓它做一些動作 和眼神 是我們適用 我們在院舍的運作 適用 這方面 我們會這樣做 但是那個機械人 或者那個硬件 本身的發展 我們是希望 能夠多些 和大學的科研 Science Park 各方面不同的專家 和我們一起去研發出來 那麼當然 我覺得更加重要 在政府的政策裏面 我們希望見到 醫療、勞福 各方面的 Bureau 是能夠放下 各方面自己的重點 是能夠多些 溝通和合作 才會令到 新的政策 是能夠有創意的產生 那麼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李博士 李博士提到 他們的組織 提供了很多創新的服務 希望從醫院為本 醫療為本 就是 轉移到 社區為本 病人為本 自我為本 這樣的模式 這個做法 其實大家都應該很認同 應該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為什麼香港好像 永遠都不夠這些東西呢 這樣 其實這個就回到 李博士最後那張sli 就是政府的政策 我自己搞醫療融資的研究 其實就很簡單 香港就是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醫療方面 在急症醫院方面 這方面其實我們都做得很好的 剛才黃教授都說了 香港的醫學院是亞洲排名第一 我們很多教授的科研都很好 我們放了很多錢下去 甚至Bloomberg就說 香港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醫療系統 但是我們在香港住 我們就知道一定不是的 香港的醫療系統 怎麼會是全世界最有效率呢 你看我們這些輪候時間 兩年很多這樣的非緊急的症狀 是年紀兩年 三年 四年都有 甚至精神科牌超過一年 才看第一次醫生 我們醫管局拿錢 是一筆過 由政府撥了六百億給他 給了他 就不問他怎樣用的了 那個效果是怎樣 病人多病人少都不理的了 就是這樣的制度 怎麼會做到一個高效果出來呢 如果做到就把所有管理書 應該都燒光了 我們經常說要有恩 怎樣去激勵 那些人提高的效率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說擺不夠錢 很多市民就以為 為什麼我們輪候時間這麼長 因為投放不夠 其實就未必的 因為六百億不是小的數目 我自己做過一些精算 就好像政府最近推出的自願醫保 比如我用六百億來買 跟著那個人口的架構 買這個自願醫保 有錢還剩 就是說全部人都可以享受私家 我喜歡入浸會也可以 喜歡入養外也可以 如果買了都可以的 因為如果有六百億我們就夠了 但是我們現在就給了醫管局 但是效果就看見不太好 所以不是說我們醫療不行 我們投放放太重 就在醫院和治療方面 所以做到效果就不太好 所以創新就不是說再在醫療方面創新 就是在整個組織 整個融資方面創新 應該投放多些就在社區 以人為本 這方面這樣去刺激那個供應 但是現在就因為投放不夠 所以我們就見到 雖然有一些服務 但是是非常缺乏的 輪候這些日間 護理那個時間都很長 如果住院那些也是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 應該要做很多功夫 需要做才可以做到那個好效果 好的 我們現在就請 我們去第二環節 就請Dr.Jeffrey Liu 劉錫堯教授 就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都是說醫療的創新 特別是在長期護理方面 Jeffrey 多謝大家好 好 對呀 大家都很精神 好 專家不外是專家 我想說的話 都被她說了 我知道剩下五分鐘的時間 我只有一分鐘的時間去說話 所以 因為有另外一個很好的節目 安排給大家 也想大家從中 領略到我們想說的話 剛才 遠教授說到 香港的醫護其實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投資 可能太多在那方面 也有產生它必要的問題 因為很多市民 因為我們醫療那方面做得很好 是依靠了醫療去維持我們的健康 這是非常非常之不幸的一個結果 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在醫護有什麼創新 先將這個想法糾正過來 其實呢 健康呢 不應該純粹靠醫療 是應該靠 如何促進我們的健康 好嗎 這樣呢 很簡單 其他的事情 你聽過《耳熟能場》 不會重複 健康呢 其實呢 是很重要 對我們自己個人來說 對社會來說 對家庭來說 更加是一個重要的話題 但是呢 我們很多時候政府看回 將來呢 就說 我們老人家多了 那我怎麼做呢 投放多點錢 去醫院 做其他事情 又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錯誤的決定 我覺得將來 促進健康 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理念 以及要實踐的一個目標 其實呢 如果我們有健康的話 社會自然有動力 社會有動力的話 我們個人加密 整體來說 這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有一個更幸福和更快樂的根源的感覺 那怎麼做到這些呢 當然我們不能夠排除 醫療本身也需要有高效率 沒有輪候時間那麼長 也要提供有效的醫療服務 另外呢 有效的預防和促進健康的措施 一定要做 我重點放在這裡 那怎麼呢 香港很多改革都不行的 我不再提了 但是新的創意呢 其實呢 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經在想著 甚至乎在英國呢 他們決定有十樣的事情 他們會推行的 你知不知道第一樣是什麼呢 除了剛才說 以病人為中心 或者是多些用電腦化那方面的東西 是重新定義健康 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健康呢 什麼叫健康呢 如果我說健康是 心抗人疑 神疑 精神飽滿 笑口常開 是不是很貼切啊 你早上起床 精神飽滿 你需要做什麼呢 早點睡覺吧 精神飽滿 然後呢 心抗神疑 坐地鐵 坐巴士 不要低頭 縮著肩膊 坐著坐著 站著站著站著 走著走著走著 走著走著 怎麼會精神飽滿呢 看見你 一個壞樣 沒有神沒有氣 加上腰酸背痛 沒有可能 笑口常開 也是健康的 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為什麼不從這方面來 促進健康呢 我們看回來 基本上人呢 很多事情 是可以做得到 是我們自己本身 在生活當中 都可以做得到 為了自己的健康 自我管理 如果能從小開始 一直到我們死的那天 我們一定能夠 活得快樂 死得自在的 誰想不死得自在的舉手 誰想不活得快樂的舉手 如果你要活得快樂 死得自在 最基本的呢 有三樣東西 有三套東西 第一 明智的飲食 不用解釋了 大家都知道我講了什麼 聽老婆說 最最好的 充足的睡眠 昨晚哪一位 十點半鐘睡覺的 十一點有沒有 好夜 十二點 之前睡覺 一點 十一點 數了 都過了一、兩點才睡覺 然後五、六點 起床 就沒有神 沒有彩 走去Starbucks 買杯咖啡 泵起自己 很可惜 同一時間 我們沒有正確的 坐、站、行的姿勢 你有沒有看過 地鐵、巴士、 Van仔 甚至現在你坐 都沒有坐姿 坐直 耳朵和肩 好像有一本書 耳朵和肩一樣 那你就很舒服 笑得開心 笑得開心 所以這些姿勢很重要 適當的身體活動 我不是說運動 活動 待會有一個 demonstration給大家 希望大家參與 看看 行、坐、站 和個人健康 你看看這些 這是很typical的 香港有多少人坐地鐵 非常之多 五百萬人次 我可以跟你說 九十個百分之 四百五十萬人都不會坐 不會站 不會走路 產生的問題很多 頭痛 眼疲 頸痛 背痛 腰痠背痛 加上 手腕也痛 我們用了很多打機 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好了 失眠 九個百分之 引致失眠的 厲不厲害 在我們手中的健康 為何我們不珍重他 坐 在網上很多的 走去看看 正確的姿勢 應該是怎樣 對著電腦 家裏有小女兒 教他怎麼看 桌子放多高 椅子放多高 幫助他 考試考第一 不會從拉尾書回來第一名 正確的姿勢 你看 後傾 前突 後突 後部前傾 正確的姿勢 我們在場有十幾位 是物理治療師專家 一會兒你不明白的 就問他們 教他們 如何走 如何站 如何走 走得不好 頭呆呆 眼淚淚 光明正大走 舒服些 看看別人 打招呼也好 正確的行之 在網上都有 大家不妨去看看 走路很開心 我走路走得很快,趁機嘛 坐地鐵,為什麼一定要站在右邊? 叫人不要左手左腳多好? 麻煩你借借,走快點幾步 去到目的地,再等人多好 所以最重要,如果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之中 開始有明智的飲食,充足的睡眠,不要長坐 有人說,一天不要坐多過五小時 在座全部肥佬 你已經坐了兩個小時 之前的一個多小時 噴起身,起身走走 以前讀書人怎麼讀書的? 走走,噴起身,多動動 記住這幾句話 就行了,我們有很多科學的數據 告訴你,動動,exercise是好事 坐姿,站姿,走姿,基本上重要 如果我們有活動,我們要控制體重 我很自私,我為什麼說這些? 因為我自己的體重在邊緣界 不要過三十六吋或三十四吋 很快就到了 搏鬥健康狀況和質病 即是打低他們,讓他們不要來 改善情緒,增加我們身體能量 促進更好的睡眠 活力,盛生活 我不怕說 不累,做人有什麼好處呢? 做人 最後呢,令人更愉快和更加合困 exercise 但是呢,如果落寧的健康 是沒有捷徑的 但是有範圍,我們馬上可以開始做 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 OK? 動動是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有它很好的原因 缺乏活動在全世界來說 是佔了很重要死亡的因素 好多人 諸如此類的事情 Time's up 我拿回剛才的一分鐘 我們還有四分鐘的時間 要做其他事情 證據有在這裡 有空自己看看 如果你有需要這些圖片給你 只要你動 不怕你不健康 只要你動 不怕你不健康 那麼,請大家 Stand up 一起參加一個 Get Moving 黃金操 Angela,你在哪裡? 大家起床 鬆一鬆 位置 有少少位置可以動的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舉手 收衛妹妹 撞到旁邊的朋友 因為稍後我們會做運動 大家好 我們是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的物理治療師 我是Angela 還有Cindy 還有Cat 今天很開心 和大家會做這個 Get Moving 黃金操 如果大家穿了一些大褲 或者比較緊身的衣 可能我們就先脫一脫 因為我們會動動 動動 最重要是我們衣物好 空間大於我們打開手 不要碰到旁邊的朋友 那就可以大家探探前後 那就會更加好 對 大家都準備好了 我們等到音樂 我們就開始 Get Moving 黃金操 好 好 我們一起開始踏步 先 1 2 3 4 蹲下頭 下高頭 轉下左邊 轉下右邊 側下左 側下右 轉下左邊 轉下右邊 好 我們又來到踏步了 現在就開始踏步了 走 後面 我腳踏步了 這條腰是側左面 側上去 右邊 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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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合埋 前面合埋 踏左踏右舉高手 又來了 我們踏步 左攻步 右攻步 轉一下左腳 轉一下右腳 左攻步 右攻步 轉一下左腳 轉一下右腳 好 又來踏步 左照鏡 右照鏡 左蹬腿 右蹬腿 左抹窗 右抹窗 左蹬腿 右蹬腿 好 最後再踏幾步 踏左踏步 好 大家這麼有活力 不如我們再來一次,好嗎 好 好 我們又來 有沒有踏踢,大家 還說有嗎 踏低頭 下高頭 轉一下左邊 轉一下右邊 踏向左邊 踏向右邊 轉向左邊 轉向右邊 好 踏步 好 breaks 我們覺得不懶的話就回答一點 打開 合起來 前便一邊勝財 踏左踏右舉高手 打開合起來 前便一邊勝財 打左踏右舉高手 再来回答我们 开始做下指的运步 左攻步 右攻步 转下左脚 转下右脚 左攻步 右攻步 转下左脚 转下右脚 回答我们 左抹枪 左照机 左灯腿 右灯腿 左抹枪 右抹枪 左灯腿 右灯腿 再踏几下我们再来 踏走踏步 运动模式 其他没什么所谓 做完大家心心都开心 就是好事了 我想用几秒钟介绍一下 这动作和音乐 音乐我们是没有版权的 我们做的那个姿势 都考虑过不同年纪 但是得益 一样那么好的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视频 放上YouTube 只要记得 GET MOVING 黄金粗 就可以拿回来看 好吗 希望你熟了之后 带回去公司 每三个钟头 四个钟头 叫人起床 操一操 好 你说多好 大家的精神是否好了 舒服了 那我说得精不精彩 OK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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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三分钟 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我们两位港者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了什么 燃烈的问题 有没有了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了 好,是,Rebecca 很感謝兩位講者,很精彩,很精彩 我真的很精神,做完這個運動 因為昨晚很晚睡,今早一早我們要來展覽會 其實我想問一下Jane 你剛才說了這麼多技術 其實是很吸引的,但這些在院舍,你們就容易去執行 對院舍來說,買這些工具都有一定的預算 但如果我們剛才說,院教授這樣說 我們要在社區那裡,甚至居家安老 對於個人來說,我們有沒有access去用這些科技產品呢 還有如果就算說,我有這樣的能力去買回來 又值得買一個回家用呢 其實Rebecca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我們剛剛是用了,試用了連鬆點 所以我們是用,好像你說的 我們在院舍應用是容易控制那個control group 因為我們都知道了公公婆婆他們的個別情況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是可以用在社區的 譬如那個Now那個機械人仔 我們現在都是用在社區的自閉症的小朋友 那裡我們都在研發著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在社區的應用呢 應該長遠來說,我覺得那個方向應該都是這樣 那個機械人多少錢? 那個機械人六萬元 不是很貴的 不是很貴的 另外那個海豚和那個男龜仔 四千元?四百元? 誰四萬多? 那個海鮮四萬多 那個男龜仔有些人都買回去 所以給婆婆或者公公自己的千多元 所以其實那個價錢是有高低 但是大家明白我們是在法國,在日本買回來 在外國引入當然是會貴一些 我們會不會自己都在香港和一些團隊研發 讓那個價錢可以減低呢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長遠的方向 是 好,還有沒有問題? OLIGI ama yamma ���從 smith dm 是呀,尉獄教授 你剛才提過 有一點關於 政分付了六百億在醫療系統 哪裏 但沒有一個很明顯的 那個assessment 是,袁教授,你剛才提過,有一點關於,政府給了600億在醫療系統上, 但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評估,究竟每一個醫療的環節是否達到他們應有的 一個miximization的情形,不知道在大會頭,在座三位,有沒有一個想法,我們怎樣可以評估到呢? 因為我有個機會跟高偉文教授談的時候,他自己在他們政府那裡,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表示,只是給了醫管局 但醫管局自己管自己,他亦都不會讓自己一個畫線出來,我怎樣叫合格,甚麼叫不合格,不知道三位有甚麼高見呢? 或者我嘗試說說,這個做法其實就是英國最初1948年的做法 但是這個做法在戴卓爾夫人的時候,其實已經改了,不會是一塊錢給醫院,就不管你怎樣用 所有英聯邦國家以前都是這樣,都改了,澳洲改了,新西蘭改了,新加坡改了,都是改到差不多錢跟病人走 錢跟病人走其實就很簡單的,我們不用怎樣去衡量他,你做得好就多些病人來來那裏,你多些資源就可以了 但現在不是錢就去了醫院那裏,他越做得好就找自己笨,你多了病人去我那裏 我做得差,我就很空閒,我就越好得益 這個就是大家鬥差,我就不想要這麼多病人 現在就是這樣的制度,所以其實很簡單,我們將醫管局和醫院就應該拆開來 醫院就不應該一早就拿了一個預算回來,那就是你有病人,我們可以跟他說你做多少個症,我們怎樣給你錢 這個馬上就整個生態都改了,哪間醫院做得好就多資源,多病人去那裏 我們都不用衡量他,就好像私營企業那樣,我們都不用怎樣去管他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建議,看兩位有甚麼解釋 我就有一點點不同的意見,錢跟病人走有他的剛才阮教授的特色好處 不好處就可以濫用醫療的,因為我做醫生,我見多你幾次就收多些錢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是需要再商量一下,怎樣實施出來 不過我覺得醫管局其實整體的制度,問題不是沒有一些機制去看他做些甚麼做得不錯 問題就是缺乏了好的領導,好的管理 這方面呢,譬如我們有些健康目標 就是定了一些健康目標 我們那時常常都用的,英美很多國家都用的 我們為甚麼不用呢?我們香港,譬如我們可能六百億 今年我們重視在哪裏呢?可能心臟病的預防的 例如這些工作就可以做多些 但為甚麼不做呢?那就肯定是一個個人的領袖 他自己的見解,各方面的事 那麼醫管局其實呢,公平點來說呢 不是說沒有那些表現的指標 只是將那些指標擺多了在哪裏呢? 是輸入多少東西 出來的效率又多高 主要是structure和process的indicator Effectiveness, outcome indicators 是少了些的 不是沒有,很少 所以這些就是他產生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 我覺得有承擔的領導者呢 就會針對現有的問題 將現有的錢用得更加好 那是有方法的,不是沒有 不過呢,是需要一個persistency 還有一個需要的毅力 真的去做到出來的 我自己就覺得呢 我們又不要將那個 現在那個醫管局的那個 醫院為主的那個 服務模式呢,就將它貶得太低 因為呢,其實 剛才我說了,近這幾年 其實他們都有推出一些 社區的一些照顧 特別是離院之後 或者是甚至一些 所謂預防的一些工作的 譬如他們也都有跟我們的各個中心 即每一個地區的醫院 跟我們各個地區的中心和院舍 其實都是有很多互動的 譬如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有一些院舍 某些長者 他要進那間醫院的時候 即一緊急進去 他其實不用去急症室的 直接進院的了 所以其實他在某些位置 是疏通了很多事情的 譬如為什麼呢 那些長者他們經常都看著 根本他有了他的紀錄 他都知道他什麼事 但是我覺得 我們整個系統 是需要大力加強 在那個基層醫療 和那個社區照顧那方面 那這個呢 其實在接下來 我們那個高齡化社會 還有 我今早也有說 其實大家真的要想 我們不是80歲的 是100至110歲的 我們現在的很體弱的長者 都有110歲的 在我們的院舍 所以不要低估自己的 那個住在社區的一段長的時間 在家裡是能夠有一個 得到健康的生活 還有一個有自主性的生活 那這個我覺得是我們 就是所有人自己的意識 要提升和加強 如何在我們自己 現在仍然健康的情況下 是能夠保持我們的健康 透過運動、飲食、我們的家居環境 各方面去有一個好的準備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這樣的 是 多謝 那時間關 還有黃教授去最後一題 不好意思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醫管局的困難 帶回我以前在醫管局的帽子 但是我想剛才幾位說的 都是對的 不過是一部部份 我很贊成Jane剛才說的那件事 其實我們是 Jeffrey說我們要健康 要快樂的那些 其實是重要的 最初開始 三十幾年前 我們推政府要重整 醫療架構的時間 是講兩樣的 是Primary Health Care 加上醫院 醫院不是重點 所以變了 當時的政府 只是弄了一部 叫做醫管局是錯的 應該是由Prevention 我們說Primary Health Care to Rehabilitation 全部是一條線 然後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assessment 如果說 outcome 就是應該每個人 到底 你的健康是怎樣的情況 那個才是全民性去做 而是 現在我們是慢慢做的 我也很想 阿袁教授呢 欣賞一下我們的同工 其實我們沒有人說會 是因為 得閒一點就不做的 其實所有醫管局的同工 都是做得很辛苦的 希望你明白 其實是 因為環境因素 令到我們的工作量很大 有些地方可能排長龍些 在我未退休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是 把那些龍排得很少的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問題 就是 Jeffrey剛才說的 是領導 是最高的領導 我們最高的領導 其實是 擠得不夠錢 下去醫療的 如果我們比較 我們在全香港人 私營加工營加起來的 GDP percentage 是等於美國的三分之一 比等於英國的一半 所以變成 其實我們整個健康系統 是非常之有效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 讚揚我們所有 跟健康有關的所有的同工 私營公營 尤其是NGO 尤其是 其實是大家用了很多心機 才用這麼便宜的錢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而是我們醫庫的同工 真的跟社區 合作去做的 所以你如果要看 只是看 譬如說一件事 你醫院一定做得到 我們一樣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有一個 Risk 的 就是我們做手術 大家都內疚都會見到的了 就是會出報紙的 就是說哪間醫院做手術 做得差點 我們有的 但是做這件事 都用了我們很多年 大數據去做 就是將它執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馬禮醫院就說 我們收的病人 就是嚴重一些的 所以我們這些病人 可能是 有病發症 或者死亡率是高一些 然後 如果你說要用這樣來比較 於是我們就 那些很嚴重的 我們就幫它做 這樣就不行的 所以因此 就是有數據 將它做 所以就是做這個統計學中 統計學中 統計學中 說waiting 我們是要看的 就是如果嚴重一些 那些 我們計算下去 所以變成這些 是有指標的 還有這些指標 全部是我們醫護人員 自發性去做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Thank you 是 在一個 positive note 我們就要結束這個環節了 我再多謝兩位講者 今次來和我們演講 還有就是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帶來我們的健康舞 我們多謝他 OK thank you